主料,西红柿一个,鸡蛋两个,蘑菇300克,主料,淀粉,油,盐,香油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西红柿切换,蘑菇洗净挤掉水分,锅里放油,将西红柿炒出汁水,倒入适量水,大火开煮,倒入蘑菇煮开,淀粉和水搅拌均匀,淀粉水倒入锅中,改小火,鸡蛋打散,粘制锅边匀速的, 倒入锅内,烧炭后加少许香油和盐即可,烹饭技巧,用淀粉勾芡可以让汤喝起来更爽口,也更容易出现鸡蛋花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